可以爆料余文文 他有一些不为人知的 我谢谢你啊 王子弦 求求我 王子弦我求你了 来 向首预言 没什么好处 别力很大很大的福利 行那就对不起了余文文 这就被收买了是吗 那比如说余文文 你晚上还想买手丝 我问他怎么回事呢 就是整个团队有问题 他是直接冲出去 跟老师去硬钢 硬钢的人 但是 他怕任何虫类 我不怕 比如说蟑螂 我没有 对然后他能被蟑螂吓得 整个满屋跑 我不是怕他 我是觉得恶心了 你就是怕他 你都被吓死了 我只是跳了起来而已 跳了起来还不怕 我只是炸了起来而已 演绎一下他当时是什么 我是这样子的 我是 往远一点 闻闻 你闻一点 神经 你不是这样子 你是这样 你不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余文文恐高 这个 我们当时在拍MV的时候 他是被放在最高上弹吉他的 我说 闻闻闻闻闻 然后我问这样 他不敢坐 我知道为什么 最后那个MV剪不出来 我很多镜头 就是因为大家 所有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不敢坐 我在这样 我就 我不敢往下看 这一次我们要 武功要演出了 说要试着把那个架子骨要升起来 才升到这么高 他就在线上喊了一个 不行 我恐高 我们在天上挂着就说 你恐什么高 你恐什么高 你那么低 你恐什么高 你就起来这么一点点 真的看不出来 闻闻 恐高